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第一次拍GQ 我非常的緊張 那我想說 想要讓自己看起來消瘦一點 我昨天有特地去吃麻辣鍋 然後為了讓自己拉肚子 看起來比較瘦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幫助 我喜歡比較溫馨的 我喜歡那種小小家庭 然後很多人擠在一起 我覺得那種非常的幸福 色調的話我比較喜歡暖色系 對看起來會比較有像 那個家庭的感覺 其實我私底下穿著 還蠻隨性的 而且還穿著 我不喜歡穿太貼的衣服 我平常沒那麼的性感 所以第一次拍攝 這麼性感的東西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緊張 我很怕我點就不想飛出來 不過就是大家都幫我做得非常好 就是防護錯事啊什麼的 所以剛剛感謝各位 哈囉各位GQ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徐維穎瑋瑜 為了這一次我魔鬼訓練了四五天 每天都去找教練 就是狂操我 讓我自己身體的線條 就是更漂亮一點 而且我最喜歡的是第一套 我覺得第一套那種帥氣的感覺 跟我的個性很像 因為我的個性本身也是比較 大辣辣一點 然後比較沒有包袱一點 跟性感扯上邊的東西 褲裝好像好像 覺得扯不上邊 可是很開心 我今天被 就是 我覺得自己詮釋的蠻好的啦 因為大家都 就是一直很給我鼓勵 對 哈囉各位GQ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林舒婷 YUNA 其實我為了這次的GQ拍攝 我覺得我做了很多不一樣 我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就好比如說 平常可能坐電梯 然後現在都改成走樓梯 但是就是為了呈現 今天最好的我 其實拍攝過程的時候 我還蠻緊張 但是很興奮 因為就是看到自己 今天很不一樣的造型 覺得很滿意 然後又看到 攝影師拍出來的成品 我真的覺得 我今天真的是 整過型的YUNA 今天拍攝下來 我最喜歡的是 白色那一套 因為那一套其實 讓我看起來是 其實蠻性感的 也讓我做了一個 非常大的突破 化妝師造型師 還有服裝師 還有所有工作人 都把我變了 另外一個林舒婷 YUNA 真的太厲害了 就讓我 非常的喜歡 滿意 HELLO 各位GQ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LALA 舒欣寧 其實我已經做了一個月的準備 而且又加上拍攝前 我去日本玩 然後還有特別去做腹肌啊 還有一些健身的重訓訓練 對 所以做了蠻大的功課 然後在尺度上 也有很大的突破 想說 青春只有一次 所以想要為自己 留下一個很好的紀念 真的是可以放心的 交給GQ團隊 就很專業 然後整個呈現 就讓我覺得 沒有白來 非常的喜歡 嗯 哈囉 GQ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貝貝 這是我第一次拍GQ 然後 我一接到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又興奮又緊張 就是 很開心可以就是拍攝這個雜誌 因為我平常都蠻喜歡的 好 我會比較喜歡陽光 就是高高的男生 然後男生如果一開始 我可能會喜歡 就是 勉腆帶笑容的男生 會覺得很可愛 嗯 我私下呢 就比較淺眉可愛 就是比較隨和 然後 比較少嘗試酷酷的感覺 所以這次就是 一個很大的嘗試 我覺得也蠻好的 哈囉 GQ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是溫青女孩 嗨 我是小艾 嗨 嗨 很久沒有拍像這種 就是 帶點溫青 然後又帶點性感 其實剛開始有點就是 不知道怎麼揣摩 桌摸這兩個中間 因為我的溫青路線 是屬於那種 就是拿起眼鏡 然後一整天泡在書局 跟那種咖啡廳的這一種 然後我會喜歡 就是今天早上 先到書局去選一本 自己很喜歡的書啊 然後買下來 再一個人去那個 很喜歡的咖啡廳 聽著音樂 然後看書 然後配音樂這樣子 文青終情夢想 我覺得好像就是 需要開一間咖啡廳 對 我也是這樣覺得 開一間咖啡廳 然後咖啡廳裡面 擺很多書 各式各樣的書 然後 那個裡面又要放一些 感覺就是那種 老老舊舊 那種以前那種 時代的東西 然後在那邊邊看書啊 然後喝咖啡啊 然後咖啡廳裡面 最好放一個腳踏車 對 然後放了那個音樂 最好是很舒服的那一種 就是文青的夢想 開一間自己的咖啡廳 很有Feel 我們喝開啦 喝開 我們以後喝開 你們要來喔 HELLO 各位GQ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惠文 其實拍攝對我來講 不是太緊張 因為從以前開始就是做模特兒 所以拍到 算是蠻順其自然的這樣 對啊 因為這次我很高興也很 就是蟹血造型師 包我準備的衣服 都是沒有露肚子的 剛剛穿著還蠻 就是一般的 就是可能一般的T恤 牛仔褲很簡單 然後就球鞋 配球鞋這樣 然後也不太會化的大濃妝什麼 因為出去很怕被人家 就是看得出來或受到那個注目 所以我就穿得越簡單 越路人越好 對 我是希望可以這樣 就是比較不會 在自己不好的狀態下 然後被人家抓來拍照 再擔心 去家裡 都會成為 我們要去別人 什麼的 好 有 這是 我的 我 gleichzeitig 你就會 吃 很 我剛剛看到就覺得 我跟平常的我好不一樣喔 因為平常我都是比較甜美的 可愛的 但今天就是 完全就是那種慵懶性感的感覺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謝謝就是GQ的大家 平常在家的話 就是喜歡聽音樂 然後泡茶 喝個茶看書 我很喜歡看各式各樣的書 然後聽很多不同的音樂 然後看影集 希望我的粉絲寶貝們 能支持GQ 這次二月份有喬喬 然後大家一定要來CUT 然後有完全不一樣的我 性感慵懶時尚 還有 蜜蜜 所以一定要CUT CUT 哈囉 GQ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燒 然後 覺得非常的興奮 因為呢 就是挑戰了我自己的 大尺度這樣子 然後覺得 最近的準備呢 當然就是要先 減肥控制飲食 然後最近就是 真的也蠻人的 所以我今天就覺得 非常的期待這樣子 是吃東西的話 就是不敢吃到飽 就是 像剛剛化妝 然後他們說 欸你吃飽了嗎 我說啊我不敢吃飽 因為可能 怕就是肚子啊 會掉出來啊 然後 而且我臉 本身就是 只要喝一點水 就容易腫的人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 我比較喜歡 玫瑰花 就覺得很 很浪漫的感覺 但 當然啊 拍照就是拿玫瑰花 會不會刺死我自己 那 我覺得 我很喜歡 就是人家送母花 因為我家裡面 會擺 擺滿一堆花這樣子 啊 啊 好 啊 啊 啊